给大家介绍这个卡零八实音器的面板 首先这边上这里是一个音频输出孔 音频输出孔 6.35的 然后呢这里两个孔小的3.5的是上面的这个是内路孔 下面这个呢是耳机孔 旋钮这个是音量 然后呢这里有个低电流解低电压指示灯 这是在快没有电的时候会亮红灯 下面这个rcd呢分别是混响效果 合唱效果和延时效果 由这一个中间的这个负责按钮来切换 比如现在开机的时候是混响单独的效果 然后呢按一下 是合唱效果 我们再按一下呢会切换到延时效果 然后呢我们这里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调节每个功能的深度 比如延时太长了就会觉得有点影响 我们可以调到中间或者调到这里 我们比如试一下这中间的效果 我们再调到这里 然后我们再调多一点 这个按钮还可以切换到混响加合唱的模式 我调一下深度 刚才是深度开的75%左右 现在我们领到这里大概是25%左右 然后这个是混响加延时的效果 然后这个是混响加延时的效果 现在我们深度是25% 然后我们深度调到大概75%左右 然后再按呢 这个模式就回到我们最初的单独的一个混响效果 然后最后这个键呢 是调这个音色的量的程度 就是我们来现在把这个音色调到最25%左右 把音色调到这个75%左右 到这个音乐调一下 感谢观看